歡迎收看東喬到你家 我是包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來到東喬另外一個好朋友 Simon 的家啦 我們就帶你們看看在日本台灣人的家 找什麼樣子 我們去我按門鈴吧 GOGOGO 哈囉 Simon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叫Simon 嗨 今天的主人是Simon 他來東京兩年 目前是一個UX UI 設計師 請進進進 好那我們就請Simon 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他家的格局 好那其實從玄關一進來的話 在我現在的左手邊這邊就是有 浴室還有所謂的廁所 我以為你要不要猜一下 這個這邊有根本你覺得這是做什麼 通常以我的經驗是廁所 但剛剛已經有廁所所以 不斷 哇 這樣是一個 walk-in 的鞋櫃 這鞋櫃搭到一個人進去也是沒有問題 玩多貓貓就可以藏這邊 好爽 好那接下來就帶大家參觀一下房間 好 Simon 你家的格局是什麼樣子的呢 那我家目前的格局是 所謂的ELDK ELDK 什麼意思 ELDK在日本 他們都普遍有這樣的一個分類 那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E 代表的是房間的數量 那就已經有一個房間了 那L是Living Room 就是說會有一個客廳 那 D 代表的是Dining 就是說會有一個餐廳 那 K 代表的是Kitchen 所以就是一個房間加一個客廳 然後餐廳還有廚房 這樣的概念 哇 這廚房真的好大 然後很漂亮 對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還蠻常下廚的 所以當時在找這個房子的時候 就特別找 廚房稍微到很大一點 那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廚房的地方是 這個廚房有三個爐子 那一般的話 在日本出房子其實 因為房子比較小 通常都只有兩個 甚至是只有一個 那它的工作區域的檯面也算蠻大 可以放一個蠻大的展覽 那還有 這邊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邊有一個內建的 烤爐 那你可以拿來烤吐司 或是烤一些魚啊 這種啊 都蠻方便的 那我不得不講 還成這樣的感覺 好像真的有強迫症對不對 對啊 沒辦法 因為我平常工作是設計師 所以就會蠻注意這些小細節 剛剛一進來房間的時候 覺得這個房間感覺就很舒爽明亮 就在設計的時候 有特別有什麼考量嗎 對 因為其實當時我剛搬進來的時候 就是這邊的基礎的裝潢 就是比較添淺色系的一些 木頭的材質 所以當時我在挑一些家具的時候 就會特別去挑 也是類似比較 希望整個房間更明亮清爽一點 所以就挑這種比較 木質細一點的家具 來做搭配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就想要帶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個空間 好期待喔 然後 就我本身有在做設計啊 我覺得這樣子的工作環境是每個設計師都夢想的 對那其實因為當時我在設計這個房間的時候 就有特別去挑了一下 因為我本身也是設計師吧 很長時間待在店門前面工作 所以我很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讓我專注的做事情 所以在挑的時候就有特別挑比較大的桌面啊 然後像椅子也是有特別挑過 就是希望做起來是比較舒適一點 那空間的部分我也盡量的去 讓它看起來乾淨一點 所以我就利用一些 像是垂直的壁面收納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你家這個電池啊 就是跟這個 就是沙發距離感非常的好耶 三門這個 這邊有個調環 那那邊有個調環 是幹嘛的 對這其實 你看日本人在設計房子的時候還蠻有強勢 就是說 如果當外面下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衣服晾在這裡面 所以其實只要把中間放一根杆子 你就可以在這邊晾 好那我們接下來 來問三門一些簡單的問題 首先呢 想要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當初會想要來日本工作呢 那其實最開始來的話 其實算是有點陰錯陽差吧 就是那時候我剛好在看一個 日本旅遊的網站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剛好有在針設計師 然後他不要求日文的能力 然後只要會講英文就可以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很勇敢的就投了履歷 然後剛好就得到面試機會 就很順利的公司幫我辦簽證 我就過來工作 那我也不會日文這樣 哇好勵志好順遂的故事 剛好當初來日本的那個過程 其實好像有點像 有點像 我也是類似那種感覺 喔 OK OK 好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要問一下 你這個 每輪每換的房子啊 它本身的坪數大小 然後還有租金大概是多少錢 那這個房子 剛剛提到是業有DK 那坪數大小大概是 39平方米左右 那換算成台灣常見的那種坪數的話 大概是12坪左右 它算是一個大套房的一個感覺 那價錢的部分大概是16萬日幣左右 那換算台幣大概是大概4萬多這樣子 好 那另外還想要再問一下就是 當初在挑選這一間房間的時候 包含可能地點啊 或者是有哪一些生活機能 交通等等身體比較優先考量的點 對 當時在找房子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希望可以公司近一點 所以地點算是一個蠻重要的考量 那這個地點剛好是 不需要轉車如果要到的公司 大概15分鐘的車程 那從家裡出發到公大概到幾分鐘 就蠻精密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這附近的 吃東西啊 購物啊 都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蠻喜歡這邊附近的氛圍 然後房子本身當然我也蠻喜歡的 空間夠大 然後採光也還OK 然後房子也算蠻新的 所以就是綜合的考量 我覺得這也會是一個不錯的地方這樣子 了解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請Simon 到我們看看他家附近的生活機能吧 好沒問題我們走吧 補田站這一站比我想像中 還大很多欸 對啊其實這一站是一個蠻大的轉型站 那像樓上也有百貨公司 所以你要買東西啊 或是吃一些餐廳都蠻方便 那從這一站再繼續往前走 大概五到五分鐘左右 就會有一個經濟補田站 那那一站經濟線到 旅程機場也要幾分鐘 所以其實蠻方便 那這樣回台灣其實也蠻快的齁 對啊蠻快的蠻方便 對啊蠻快的蠻方便 這邊有唐吉克德 那邊有百貨公司 後面有商店街 對啊其實住在這邊的話 生活的機能還是蠻方便的 那其實從車站走到我家這段路程 也是有非常多的餐點 那Simon 普天 車站附近有沒有推出什麼餐廳嗎 其實我是剛搬過來是沒多久 可是我前幾天剛好在Google 找到一間越南餐廳 然後看起來評價蠻高的 所以就在我們後面這邊 那我們就上去試看吧 真的非常好 所以它稍微有很多 推推推 今天很開心可以參觀 Simon 美如台灣的新家 謝謝今天你們過來非常辛苦 那下次歡迎你們可以再過來我 那我們接下來去開箱下一個家吧 我是包卜 我是文 我是Simon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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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給你 我們 勞